好 接下來是不是準備迎接純電小鋼炮呢 在IAA慕尼黑車展福斯 給大家看到的就是IDGTI概念車 小葉 你看了之後感覺如何 超熱血 因為我們剛才以前有講到說經典 或者是另外的選擇 那提到Golf第一個很多也會想到GTI 對不對 那在以前1976年到現在 GTI已經成為很多人 可能人一輩子 年輕的時候 我想要可以接觸到性能車的第一個選擇 那現在要進入了電動車世代 福斯我相信也聽到很多車迷在敲碗說 到底未來電動車世代 GTI會不會繼續延續 他們終於在這一次的德國慕尼黑車展 給了大家一個解答 理IDGTI 我們都知道ID其實就是福斯 他們未來電動車的一個家族的名稱 那加上GTI就代表說 好 各位車迷們 你們可以不用再敲碗我了 我們確定會退出了 那在這個概念車 那其實我覺得它也延續了蠻多之前 蠻經典的這些造型 包含車頭車側車尾 都會有一些GTI的Logo以外呢 甚至呢它這個底盤 以前在油車時代是叫做什麼 MQB底盤 現在變成M1B Plus底盤 直肩亮輕的優勢都延續 甚至它也很好的性能 零到一百大家都可以去期待 可能才5秒內 那我相信大家最期待說 這個車到底是什麼時候 地球王機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一個輸出力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712都已經看不到的啊 台下油門 地長低限010一起上線